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大人 你是 面冷心热 为人仗义 一泊云天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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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路吧 多谢大人 谢谢 老爷交代了 任何人不能从脚门出府 必须严加看管 是 原来的小名匹啊 任何人不能出府 是 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你偷偷摸在干嘛呢 老太太要将我发卖点 三十后便要送走 我必须得离开这儿 原来如此 那我就不打扰了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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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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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靠我自己 肯定是出不去了 能不能带我出府啊 就算我求大人 事情是你自己弄出来的 你这不是求人得人吗 你求我做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前日摔倒 你是过意的吧 我不说 是叶晴明被你勾魂射破 我说什么他都不会信 但别以为 没人知道你那些小九九 你冒险祝福岳齐全听戏百零 就是想求秦轩一个态度 谁知得我巧了 秋府周间 你所从将棘救济 故意摔倒 逼得秦轩当共律师 是也不是 是 果然好手段 不过那时你就应该料到有机会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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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以我的出身 英国公府横竖不会与我提亲 前段日子秦轩又迟迟没有态度 家中各方 又趁着我敌母不再咄咄逼人 与其 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秦轩当街启示 秦家父母固然会生气 但是他们也会知道 我在秦轩心中的地位 只要秦轩认定我 这时间趁得越久 我就越有胜算 梁大人 你我之间 过去肯定有很多过节 但是 你跟秦轩秦同手足啊 你就看在她的面子上 就别计较那些 就救我一次吧 大人 你宽宏大料 就别因为过去的种种 与小女子计较了 我知道 梁大人你是 面冷心热 为人仗义 一泊云天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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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路吧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有利可图就巧事如虹 我更不会让你这种人 跟秦轩在一起 给针云 给我点灯 没我的命令 不许放他出来 是 开门啊 放我出去 喂 开门啊 开门 把门打开 喂 开门 二姑娘 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这家里都在为了 假营票的事烦心呢 谁还顾得上你啊 假营票 什么假营票 我这是造了哪门子孽呀 这工帐里怎么会出现假营票呢 老太太 老太太信任我让我管家 出了这么大的差错 我实在无言以对 请老太太责罚 大嫂 现在不是责备人的时候 过几日便是那刃军的死期 当务之急 是他赶紧把那假营票 亏欠的三千两银子给填上 行了行了 你赶紧起来吧 怪这能起什么作用啊 可是这急切间 去哪儿愁这三千两银子呀 我和那人 我和那人凭人有些急血 估摸着大概有五六百两 余下的银子 可否请三弟四弟再凑一些 好歹先渡个难关再说 三弟和四弟 还欠着工帐上的钱没有还呢 一个在国子健当千生 大事小事都要从工帐上出钱 一个喝酒赌博不成器 还要供着自己的儿子游学 就算他们肯出钱 估计也只是杯水车薪 眼下京城的这些 权贵宗卿 家家户户都要认捐 谁家也没有多余的银子了 看来只有卖田庄了 木槿 田庄可是祖业 千万不能变卖啊 变卖祖业的罪名我担着 日后我不入祖坟便是 木槿 万万使不得 木槿 可是 还能有什么法子呢 老太太 不好了老太太 二姑娘嚷嚷着要绝食 叔叔 您可死在家里 也绝不出家 我去看看 站住 还是我去吧 这一家子 没有一个能让人省心的 这一家子 儿姑娘 老太太来看你了 听说 你要去死 对 就算你们收下了人家的银子 他们得到也只是一具尸体 到时候 他们一定会来找家里算账的 好啊 我成全你 你死了 我也好向秦夫人交差了 我 真没想到啊 邱家书香传世 结果这么没有骨气 对秦家的话言听计从 对邱家有用的人 我自会爱惜 但是 我反不上为了你 去得罪英国功夫 严丫头 你也别怪我心狠 现在邱家正值多事之秋 你 我也过不上了 老太太可是为了假银票的事情 发愁 你消息 倒挺灵通的 是又如何 三千两的亏空填补不上 说不定 老太太要变卖祖产 当一个败家的名者 或许 我可以替老太太分忧 你 假银票不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公帐上 只要找到假银票的真凶 三千两自然也就有了 说得轻巧 任娟的死线马上就要到了 谁给你时间慢慢查访 追寻假银票的事情 三天时间足矣 若三天之内 我还是没有查出 老太太可以继续将我发卖 那个时候 我定不哭 不闹不寻死 太太实实地 让家里收下别人的聘礼 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若我替邱家追回这三千两 从今往后婚姻大事 由我自己做主 任何家里人不得在心干涉 好